我发现现在有好多人都会把宠物当贵妇一样 这只不算啊 按他现在的年纪 我爸见到他都得叫生疏 有一次我在巴黎大地铁 隔壁的女士背了个路易瓦洞 他瓦洞上面就立着个狗头 那位女士戴着个墨镜看都不看你一眼 隔壁的狗头一直在跟我对视 你买买的黑啊 我之前是怎么也不相信一只狗 他也会写副台的 直到我有一次站在街上等人 隔壁就有只吉娃娃在喝下午茶 那把人一溜间啊 街身材圆润 我是布吉娃娃 你看这狗鬼 然后他主人画一下给他带上条小丝巾 我那么不吉娃娃这奥子特殊的 嗯嗯嗯 三十多多的天 那只狗的表情 嗯嗯嗯 然后他主人画一下把他抱起来 拿着尖叫把对待一顿猛车 嗯不吉娃娃这热毒 给我引珠子的戳毒 布吉娃娃开始急着咬周围的空气 他主人一个巴掌 Be nice 然后一个下额线侧击对方内狗 起不吉娃娃 起不吉娃娃 我也好想要这样高贵的下额线和肩下巴 倒不是用来鸡狗 好看 那我现在就开始用这个亚式兰带白金黑松露精华 还不算太晚 简单的一瓶就有三个效果 F1T1啦 描着轮口还能提个亮度 贵气是举手托出时间简单的动作嘛 就比如里面的男法站进的黑松露 还有这个四耳长寿镜也是个好玩意儿 就像给你皮肤定制了个高贵的食谱 不光吃得饱还得吃得好 同时还可以搭配这个白金黑松露精华眼霜 气纹给她眼圈眼淡眼淡 你再给我按摩按摩按摩 这里清明水润的好颜值好吸收 夏天秋天用都不会黏力 明妞你能不能给我戳一下 我就一下 有段时间我真的很害怕吉娃娃 不但是因为她看起来像个贵妇忍不起 是这种不吉娃娃 她好像生下来就步入了更年期 但凡我看到有一只吉娃娃 向我走过来 然后脑子里就全部都是 狄军还有三十秒步入更年期 怎么这么凶 你们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 四月份的时候我去参加大度会的活动 你们说我长得像一只高卢顶的镊齿类动物 前几天我又发了一期 自以为很好看的活动视频 你们说我擦唇膏的时候像纸龟 你们说的大概是这种吧 我也不知道反而感觉挺厉害 我家饰养了一只豚鼠没错 你们说物似主人形也没有问题 可是我再说一次 这个玩意它叫做水豚 水豚 你们在评论区怎么这么幸福 认错人了 认错人 可是这么久以来你们时不时还会说我长得有点像那个 这是什么动听的声音 今天高低就给你们还原个厉害的 翻白眼就翻白眼你伤嘴 你是这个好看是吗 对还是这个好看 玩独自的上次理发师给我理涂了 现在发光下来很美 哇这种撞灶啊 头发太油 它就真的不好整了 怎么越扎越出现 我挺怕做这种头发的 要用得很多发胶就很伤头发 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扣斯汀双苍洗发水 但是双苍的两边的东西不一样 内藏是活性头皮抗用计划 外墙是胺基酸进入洗发液 一个洗头发变养头皮 一平当两斤面先洗头发变养头皮 东西我就放出妆了 头皮养后海外头发自然空来蓬松 我这疼都可以 你当喝了就给它添上 汉汉汉 那我是来个转场吗 那就是这样吧 再见 你们有没有那种高光时刻 被没有边界感的朋友毁掉的经历 有一次我和欢喜喜地 穿着新衣服回去校上课 一到学校遇到隔壁班小哥 别人是特如烈啊 都懵懂 直接一个反手掏我领标 哇他掐着我领子 就像我老爷在掐菜市场的鞭 你没礼貌 你们生活中肯定遇到很多 因为没有边界感 而令你感到不舒服的人吧 你好 初次见面 回买支水给我 我上边帮我带买花 一个人当然是这样的了 自来手 我是你妈呀 一见面就要照顾你 还自来手 我之前不是去大都会走红毯吗 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有个女生跟我不太熟嘛 见到我穿漏背 顺着我围龙狗 都打一个马上去 我说我去动物园 忙碌海豚 都没你现在这么坦然 我摸一下我的脉搏 这玩意怎么还在跳 我是真的不懂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 在你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 后面加个杯 一切仿佛都合理化了 我好饿啊 请我吃饭呗 我喜欢你的巴松给我呗 你最近脸好脱好亮 用的什么叫我用一点呗 然后我的雪花修 人生机体精华就成空瓶了 要不是我发现 我的白色瓶不进了 它估计还不会还 空瓶大概是因为 这个东西好用吧 毕竟它里面加了黑深清脆嘛 洗完冷第一步你就擦它 皮肤通道就一下就给你打开了 因为黑深清脆的那个修复力 就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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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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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人话就是强认皮肤屏障和平衡基底 这也不是人话 反正就是你的第一步用 然后就 跑人 质地也是很清透的 一抹就吸收 我这几个月一直在用 真的又细又润又稳 真的我按头按力 给你们去感受一下 这个人生的高光时刻了 25号还会去他们的直播间 会有他们家的人生水乳和自营水乳 我都提一下事过来的时候 真的很不错 这次还做了联名的周边 你看可爱不 最近我为了捍卫自己的边界感 开始试着对别人说不 第一个下手的就是Tony老师 我跟他说我不办卡 你提出是你的事 我拒绝是我的事 至少这会让你活得很舒服 毕竟万一你不喜欢我 也是你的事 关我 这些 四月份我去了当墨河 中国最北的城市 有山有树 还有雪 开什么玩笑呢 我可是见过雪的南方山 看看我们的酒店 我这是死了吗 这好多了 现在是墨河的早上 借了我爸的出风衣 那我们今天作为保障成分 在中国的探访官 就一起探访一下 保障国货品牌 养生堂的工厂和引发中心 玩雪 去到我品探访去了 之前我对养生堂的印象 还停留在做苦服保养品 没想到同集团的化妆品更厉害 这次疏远就看到了他们的产品线 尤其是墨河工厂 能亲眼见到白话书的萃取过程和污水的配方 还是觉得挺神奇的 你看在这些大片的话书里 都是我们品牌研发好的国货产品 做出的贡献 是真的牛啊 哥是真的牛 之后我就入了很多他们家的产品 试用了一个月 养生堂的这个冬孕清华好用 蓝色的我还没用啊 不能这样热 绿色修护瓶上的 哇 还用来塞了 这个就单纯的是想 个影强迫症 金色品不是抗老的 用它的一款就等于 护肤水 以及液和清华 方便吗 抗老的高配价份 该有的它都有 现实的小细纹好用 是在冬孕的属于是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它里面没有水啊 全部都是画树针 拿到手上你就摇 你看这最冰的美感 在水晶球摇 它在这里没有一般精华的那种绵力感 全面买不到的时候 不想再倒了好浪费 上个月我是先到了墨河 第二天直接去的敬华 皮肤不稳 对吗泛红 起了一个小细纹呢 因为它就水又疼苦了 就护脸 一次干半瓶 感觉肌肤就是喝饱了 两盘子 其实这次探访 给我的惊喜还是很多的 国货把更多的心思 放在研发上 这样保障的产品 才能越来越多 那当然是因为中国本身 它是存在这些保障成分 才能保证着产品的硬核心嘛 国货越来越强 它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间 现在是凌晨三点 不是 大半夜呢 谁刚到这玩意不是人呢 这个是我朋友提前 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有什么宝品 送我这个 这玩意还是个夜灯 就是要等黑的时候 它才会亮 还不用插电了 这是个太阳能夜灯 我还要拿去晒 其实我平时挺喜欢 收集一些好玩的东西的 这玩意带着头上 就越来越多 我最近喜欢把它当成 这种小的定位夹来用 夹一下法根就不塌了 让我心疼过来的手机指甲 要不投降 要不敲壁 这样就可以不加手机了 走 我们先来洗个 CHAF这个牌子 在法国药装店里面 很常见 当地人老喜欢 它亮很大 它你用的也不心疼 跟牙刷 就很麻烦 我以为 在一个正确人洗脸的时候 不会四处走 嘿 下点你在外面爱出油 什么的 就可以用这个水扬三剪面 喜欢脸就感觉到很清爽 也不会有像搓盘子那样的颈风感觉 不要关我洗脸刷牙的步骤 我发现结果一样 它就是好的 我看这些你们好多人 我看见牙刷 可以看看这个欧乐比的电动牙刷 小粉 这个是它家独特的源头 可以更贴合牙齿 360度包裹牙齿 现在还不能刷干净 给你们表演个巴士刷牙法 它不用手动的动来动去 你平易就好 懒人设计的嘛 大牙控牙灯 马控好你的刷牙力度 刷毛暖 因为视窗也非常温和 新养的狗又开始叫了 我跟我妈说我想养狗 要它就给我买了一个台灯小狗 不开心还要摸一摸 你看怎么 我没叫你亮你 关 关 这个牙膏用完嘴里真的好舒服 我一定要跟你们说 牙膏我用着 Marquis惊人的限定花语器 你看看这个颜值光 放在这看着就高兴 玫瑰饭有点像春天恋爱的味道 这个百合它就像夏天的夜 就像盛放的海 它是那种自然花香的味道 就把你嘴巴整得香香的也不腻 你们这欧莱雅西装 又怎么用得这么快 用完 你看它这个会有情绪的 它这里亮了灯 证明在现在不开心 它怎么样才开心 不是你们不应该是 关注它怎么样才能亮灯吗 它是展台灯啊 这是开关 别转了 大哥 这间哪有成年人不过儿童节的呀 为了过一个最新款的儿童节 我甚至还专门进了个 一零后的聊天室 你学习学习 我应该先换个减零点的头像是吧 40 30 20 13 13 然后我发现我就算进去了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扩列是什么 什么东西类的 CPDD又是什么 成品弟弟 投票多多 那像这样的缩写谁不会呀 MMD 然后我就加了一个群里面说要扩列的弟弟 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问我 有人卖广 一班我全认识 二班我认识一半 四班有几个我之前的同学 然后那个弟弟还向我派情帖说他今天结婚 我说哦是什么儿童节的特别节目吗 进去你看他们真的在结婚 在那个小小的群里面有新郎有新娘主持人正婚人 还给我改了个名字叫花童 不是 我还在这里过六一你们给我表演结婚 那个群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花童叫我贴穿花 我说哦我是贴在自己的窗户上吗 他说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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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还叫我放死泡 我就 新娘开始谢谢大家了 主持人开始让新郎担心下跪了 baby 从此以后来睡自己的 你的超级会员情侣红转情侣黄转豪华版蓝转 我全包 我每天都会去你的留言板踩一踩留下我爱你的证明 我想着调节气氛吗 在中途放那个礼炮 谁知道那个新郎会生计啊 花童你破坏了我们的流程道歉 我说对不起他说 我到底在干什么呀 整场仪式过后 我去小川的这位新郎弟弟 我问他呢你们今天六一怎么过呀 他叫我别搞这些虚的给他随萝卜 萝卜又是什么呀 再见